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高级顾问维拉亚提5号表示 伊朗方面将按照计划于7号开始突破伊核协议设定的浓缩油风度上限 维拉亚提指出作为部分终止履行伊核协议的第一阶段 伊朗已经突破浓缩油300公斤存量上限 第二阶段从7号开始 伊朗浓缩油的风度将会超过3.67%的限制 提高到任何用于和平目的的风度 伊朗总统鲁哈尼5月8号宣布 若无法在60天内与伊核协议 其他的签字方谈判伊朗的权益问题 伊朗将不再限制自身的油浓缩活动的产品的风度 算起来这个期限马上就要到了